这个老太不一般 抓只母鸡当宠物 不仅给他只毛衣 还给洗上牛奶浴 每天出门拴根绳 就到公园去遛鸡 老太会如此奇怪 只因他是一个空巢老人 自打老伴离世后 儿子一家也搬了出去 甚至就连陪伴自己多年的哈巴狗 不久前也刚离去 而默默喜欢老太的邻居老刘 为了让他补补身子 就送了一只母鸡过来 哪只一拿到鸡 老太就拿出茧子 把他脚上的绑绳给剪了 怎么 是想养肥了再宰了吃吗 随后 老太给儿子打去视频电话 暗示他该回来看看自己了 但儿子百般推脱 以工作忙为由婉拒 实在招架不住了 就把镜头对过去 拿孩子出来顶上 顿时老太开心坏了 态度180大转变 笑得脸上褶子都出来了 但孙子只顾着搭积木 压登就没看镜头一眼 老太有些无奈 这时他忽然想起刚抓来的鸡 为了吸引孙子注意 就赶紧把镜头对准了母鸡 孙子抬头一看 哎呦这还是活得急 城里的小娃娃 没见过乡下的走地鸡 顿时就来了兴趣 嚷嚷着要回奶奶家 老太一听 立马到菜市场 买上孙子最爱吃的菜 刚好隔天是周末 儿子一家来了 老太原本冷清的屋子 现在多了份热闹 哪只孙子一心只想着跟鸡玩 吃完饭就吵着要把鸡带回家 爱孙心切的老太 理所应当地把鸡给了出去 看着儿子一家离去的身影 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现在又回到了 独自一人的孤独生活 房子安静的可怕 看个电视 老太都频频换台 压根就没啥意思 他瞥见空荡荡的鸡窝 心里有些想念 深夜 老太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他拿起电话 想让儿子把鸡送回来 可开不了口 这要是问了 不就奇怪了吗 算了算了 还是睡觉吧 哪知随后 儿子突然打来了电话 原来母鸡太过闹腾 把家里弄得一团糟 想抓住 却更是弄得乱七八糟 根本招架不住 所以他们决定把鸡送回去 还说孙子以后 每周都会过来玩 老太高兴坏了 这哪是普通的老母鸡 分明就是许愿鸡 想什么来什么 这下鸡能回来了 孙子也能见了 见过六猫六狗的 见过六老母鸡的吗 自从老太家里 养了一只鸡后 城里长大的孙子直呼神奇 每周都吵着父母 要去探望奶奶 家的老母鸡 整天抱着鸡爱不释手 有事没事就牵根绳出去蹦打 虽然孙子一心只有鸡 但孤独的老太心满意足了 现在不仅每周都能见到孙子 而鸡也有事没事给他买买新衣 一天天的 都像是在过年一样热闹 对此 老太对鸡就更是呵护有加 每次给鸡洗澡 都是满满一盆牛奶浴 泡完澡后吹干每根羽毛 洗得香喷喷了 就抱在怀里当宅宠 谁叫咱家孙子宝贝这鸡呢 今天儿子一家刚走 老太就抱着鸡来到公园六湾 邻居老刘见了 拍着板子过来套近乎 老太眼睛都眯成缝了 见老刘热情主动地说要帮忙牵着 老太就放心地去跳广场舞了 哪知这老刘偶尔不是那么靠谱 转头就去围观象棋 全然不知熊孩子给鸡松了榜 抓着带走完了 等他发现鸡不见了 才知大事不妙 母鸡两条腿跑得飞快 扑腾一双翅膀 在人群里上蹿下跳 可把一把年纪的老刘折腾得够呛 每次快把鸡逮住了 结果他一个扑腾又跑远了 没一会 公园里的大爷大妈 都加入了抓鸡行动 可飞尽了老半天 鸡竟还飞到树上去了 老太鸡坏了 这鸡要是有什么损失 我大孙子不得伤心死 最后还是老刘有办法 只见他从兜里拿出一盒虫子 把鸡给哄了下来 看见了妈这得智取 一下子功夫 老太终于能抱着老母鸡 开开心心地回家了 这个老太有点奇怪 居然把老母鸡当宠物养 天气凉了 还给亲手织毛衣 专门让母鸡穿上怕着凉 接着老太打给儿子 提醒天气凉了 到时过来记得多穿点哈 哪知对方说不来了 因为要工作太忙 就连曾把老母鸡捧在手心的大孙子 现在新鲜劲一过 又喜欢上了什么变形金刚 反倒把鸡忘得一干二净 老太这一听 心也跟着凉了 期待已久的天伦之乐现在落空 本来养鸡 就是想见见孙子 现在倒好 又回到了冷冷清清的日子 但就在他郁闷时 一个恶号传来 自己最要好的邻居老刘 现在也走了 老太抱着鸡站在灵堂上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做个还好好的一人 怎么今天人就没了 深夜 他抱着母鸡坐在床上 老伴走了老刘走了 儿子一家也不过来了 现在呀 就剩咱俩互相陪伴了 哪知到了早上 老太一掀被子 发现里面居然有磕蛋 他忽然明白 母鸡的任务并不是用来讨好 他只是用来下蛋的呀 剧情短片 母鸡 内容虽短 但看完还挺让人无奈的 靠一只鸡来留住亲人 给他洗澡喂好饲料 试图用他拴住孩子的心 可却忘了他本来的使命 只是下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儿子都是顺着孩子的心 才会选择去看望母亲 中国式关系一向 有着这样的问题 能对孩子付出很多 却容易辜负父母 这样的循环 不难看出现在的儿子 会成为以后的母亲 老了一样会面临现在的问题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回回家 看看父母关心一下 谢谢大家